嗨大家好,我是苏苏 今天我们来看科幻电影迪亚特洛夫事件 1959年,队长迪亚特洛夫与其余八名经验丰富的登山爱好者进入了乌拉尔山脉 两周后,九人被发现全部离奇身亡 这就是著名的迪亚特洛夫事件 与大学生霍利为了调查迪亚特洛夫事件的始末 便申请了研究基金 并在电影系学生詹森的帮助下 准备为此事件拍摄一部纪录片 除了霍利与詹森,同行的小队中还有音频工程师丹尼斯 以及两个全能向导安迪与豪瑟 可就在几天后,小队中的五人却全部失踪 由于他们是跟随当年迪亚特洛夫登山队的足迹而前进 这里又经常会发生各种神秘事件 所以在五人失踪后 有人便猜测这些年轻人可能已经被外星人所绑架 而附近的原住民曼西部落的长老则认为 他们在登山过程中可能穿越了幽冥之门 无意间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之后,搜救队发现了霍利的摄像机 其中的一段视频也被曝光 在视频中,霍利的情绪完全失控 似乎是遇到了恐怖的事情 可在一个月前,一切都是那样的顺利 五人小队很快就到达了俄罗斯的小镇伊夫戴尔 镇上酒吧的老板在得知 他们准备为迪亚特洛夫事件拍摄纪录片后 还请他们喝了一杯桑摩根 那是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当年出发时喝的酒 这好欣喜的队员们感到了一丝不安 但一名当地的司机又突然出现 他表示愿意送他们前往小镇维扎 他们可以从那里直接登山 第二天,司机便带着队员们来到了维扎 而让众人惊喜的是 司机的姑姑竟然就是当年搜救迪亚特洛夫登山队的参与者之一 他还为众人讲述了他亲眼看到的场景 原来,除了迪亚特洛夫登山队中死去的九人 他们还在不远处发现了两具奇怪的尸体 尸体旁还有着一台摄像机 但在霍利的调查中 那两具尸体并没有被提及 而这些被掩盖的真相让霍利更加兴奋 他随即就与队员们前往了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出事的区域 起初众人的行程轻松而又愉悦 可在扎营的当晚 詹森却告诉霍利 在迪亚特洛夫登山队出事的前一周 附近的多个居民看到天空中有橘黄色的火光 而就在詹森讲述之时 不远处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声响 霍利以为只是山峰作怪 便没有放在心上 但第二天一早 众人却在帐篷周围发现了一些巨大的赤足脚印 詹森认为是霍利在恶作剧 双方还因此产生了争执 可就在他们行之半路时 奇怪的声响再度响起 更多的脚印也出现在雪地上 顺着这些脚印 众人又在一个气象盒子里发现了血红的舌头 这让全体队员都羡慕了极度的焦虑之中 负责收音的丹尼斯甚至劝说众人离开 可一直因为梦境而对迪亚特洛夫事件深深着迷的霍利 却不愿就此放弃 他依然决定继续前进 只是霍利并不知道 两个不明生物此时正在他们附近徘徊 之后 队员们在霍利的安慰下顺利到达了目标区域 并标识出了当年受害者们遇害的位置 按照报告显示 这九名登山队员在当晚似乎遭遇了什么意外 他们纷纷逃离帐篷 并因体温过低嘴中身亡 而其中几名队员的身体损伤更是十分诡异 他们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骨折 但却没有明显的外伤 其中有一具尸体检测出了高水平的放射性物质 一名女队员也失去了舌头和下颌 而比起报告里的离奇之处 负责领队的安迪也发现了异常 首先GPS和测高一都失去了作用 这里的磁场显然有问题 而且按照地图所示 才行进了14公里的他们 根本不可能在今晚到达目标区域 于是安迪希望霍利等人立刻逃离此地 可眼看当年被掩盖的真相就在眼前 霍利还是决定住家一晚 第二天一早再离开 而由于失去了指引方向的仪器 夜间行进很可能会有意外 众人也只能在这里安营扎债 当晚霍利在附近探查时 发现了报告中出现的辐射物 而按照辐射仪器的指示 霍利竟然在雪地之中挖出了一扇诡异的大门 对真相特别痴迷的他 随即便准备将大门打开 詹森一开始并不想冒险 但抵不住霍利的苦苦哀求 他还是打开了门锁 可由于门已经被大雪冻住 为了不给其他队员增加焦虑 霍利便决定第二天再与众人一起打开大门 另一边安迪与丹尼斯互生好感 两人也准备在帐篷中放飞自我 但这时爆炸发生的巨响却打断了两人的甜蜜 紧接着雪崩便突然发生 众人的帐篷瞬间就被大雪吞没 晚了一步的丹尼斯也被滚下的大雪掩埋 不幸身亡 雪崩结束后 众人发现安迪的腿部受伤 于是他们随即为安迪进行了爆炸 而在混乱与恐慌之中霍利与詹森认为 肯定是有人刻意制造了雪崩 想要置他们于死地 但受伤的安迪已经无法移动 一行人也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 詹森则发射了信号弹求救 但他却发现信号弹的颜色 竟然与记录中的橘色火光相吻合 这让他更加不安 而信号弹发射没多久 就有两个人突然出现 对方说着英语 而且没有任何行囊 经验吩咐的安迪认为 救援队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出现 或许正是这两个人利用爆炸制造了雪崩 于是无法移动的安迪决定掩护众人离开 而就在队员们逃往那扇神秘的大门时 对方竟然真的向众人发起了攻击 安迪瞬间就被击杀 豪瑟也在门口被击中 幸好获利用水浇开了那扇冻住的大门 一行三人这才躲了进去 由于大门很快就被反锁 詹森只能开启了其中的电源 三人也沿着长长的隧道一路前进 而在隧道深处 他们发现了一个破败的神秘实验室 实验室里有一些苏军之前遗落的资料 其中详细记录了1945年到1959年间死亡的士兵名单 以及一艘出现在费城实验中的美国战舰 在费城实验中 美军秘密研究着所谓的远距离传书 可他们没有成功 甚至还导致士兵与战舰融为一体 而眼看豪瑟的伤情逐渐加重 专森与霍利便将他留在原地 他们则继续寻找新的出路 过程中两人发现了一间密室 密室里还有一具死去不久的尸体 尸体上遍布着奇怪的咬痕 而气象盒子内的舌头正是来自这具尸体 依靠尸体留下的手电筒 他们看到了墙边的几具白骨 通过尸骨内的证件 他们意识到这就是资料中遇难的士兵 但这时两人突然听到了豪瑟的惨叫声 他们随即跑回去查看 结果发现豪瑟已经不见了踪影 地上只剩下了一滩血迹 而詹森又在实验室内看到了 与他们一模一样的摄像机 相机里的内容竟然是刚刚发生过的场景 让詹森坚信 这里的一切肯定与时空穿越有关 此时豪瑟的惨叫声再度传来 霍利与詹森随即就纹身追去 可让他们震惊的是 两个古兽灵巡的怪物却在撕咬着豪瑟的身体 而看到霍利与詹森后 怪物们又向两人冲来 手拿摄像机的詹森直接被怪物袭击 听到他呼救的霍利则拿着一条铁链冲了出来 可两个怪物却突然消失 并瞬间出现在天花板上 由于豪瑟已被怪物扯出了舌头 两人也自身难保 于是他们只能丢下豪瑟 躲入了另一个房间中 而这里居然有着一个奇怪的洞穴 霍利朝里面扔了一块石头 结果石头瞬间消失 这让詹森意识到 这里可能是一个虫洞 此时室内的电灯突然熄灭 霍利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于是詹森提议直接穿越这个时空隧道 如果幸运的话 他们或许还有生路 而在詹森的安慰下 霍利也最终与他一起 进入了神秘的传送门 时间回到1959年 司机的姑姑在搜救迪亚特洛夫登山队时 发现了两具诡异的尸体 可驻扎在此地的苏军却赶走了他们 并将尸体拖进了秘密实验室 苏军的长官则将一旁的摄像机捡了起来 之后士兵们除去了两具尸体身上的衣物 然后将尸体挂在了铁钩上 可就在众人离开后 钩子上的尸体竟然活了过来 并变成了古兽灵巡的怪物 而怪物尔后的纹身则预示着 他们正式穿越时空的霍利与詹森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